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0号 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许多华人家长带孩子出境旅行探亲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父母一方单独携带未成年子女离境 需获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违反此项规定将被视为涉嫌绑架儿童罪 洛杉矶律师刘某介绍一起案例 曾有一位华人妈妈带孩子前往中国 但事先没有得到孩子爸爸的同意 母子两人搭乘西雅图飞往北京的航班 当时飞机已经起飞4个小时 父亲发现后报案 当局立即通知乘务人员 要求航班返回西雅图 这起案件最后已涉嫌绑架儿童罪定性 华人妈妈被取消孩子的监护权 并被判处监禁三年 刘律师指出 类似案例非常多见 通常都是夫妻处于离婚打官司阶段 双方正在争夺孩子抚养权 其中一方准备带孩子回中国生活 很多当事人认为 只要带孩子登上飞机就万事大吉 航班不会为一人返航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便侥幸成功带孩子离开 下次回到美国境内 当事人一到机场就会被捕 并以绑架儿童的重罪被检控 处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刘律师表示 美国对此类事件非常重视 保护儿童安全是当局的重要宗旨 法官明确规定 夫妻双方若处于离婚打官司阶段 孩子绝对不能离境 律师强调 除了不能带孩子离开美国外 夫妻一方甚至不能带孩子离开加州 否则将有严重的法律后果 即使监护权已经判给妈妈 妈妈也不能擅自带孩子离开 因为爸爸有探视权 对于夫妻双方处于正常的婚姻状态 其中一方带孩子离开美国 是否需要出具另一方的同意书 美国政府规定 如果夫妻一方单独带未成年人出境旅行 需出示文档证明自己是孩子的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 同时还需要出示另一位监护人的同意书 川普竞选团队周一宣布 他们在5月份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一起筹集了1.41亿元 这一惊人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川普在纽约背叛34项重罪成立后 支持者们的捐款激增 5月 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收到了200多万笔捐款 其中25%是首次捐款 川普官员说 除了竞选团队筹集的1.41亿元外 支持川普的其他组织还筹集了大约1.5亿元 人们对川普总统的大量支持令我们感动 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克里斯拉奇维塔和苏西怀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川普在5月份的筹款总额中有超过三分之一5300万元 是在封口费案陪审团认定他34项重罪罪名成立后的24小时内通过网络捐款筹集的 这笔巨额资金可能会缩小川普竞选团队和拜登竞选团队之间的资金差距 拜登尚未报告其5月份的筹款数字 拜登竞选团队在4月份筹集了5100万元 手头上有1.92亿元现金 川普竞选团队在4月份的筹款超过了拜登 但就手头现金而言仍落后数百万元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在川普被判有罪后 拜登竞选团队也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好的筹款时机 川普团队的官员淡化了拜登团队的现金优势 声称川普和他的团队将拥有赢得11月大选所需的资源 而拜登团队的官员称 他们已经在可能决定11月选举结果的关键战场州投入了人力和资源 而川普方面还没有在摇摆州建立自己的团队 并且他已经在法律费用上花费了大量资金 去年在一场拳击赛中遭遇重创陷入植物人状态的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6岁中国博士留学生雷震环的诉讼案 近日有了新的进展 据报道 赛事主办方雷震环的对手 场地提供者 比赛裁判机构等多方均拒绝承担责任 雷震环是在2023年10月的一场 名为西海岸武术锦标赛的比赛中受伤并陷入植物人状态的 据称当时雷震环的对手在比赛规则之外 对雷进行了多次击打 但是裁判没有介入 之后雷震环开始呕吐 意识不清 救护车却在90分钟之后才赶到 送到医院后 雷震环被发现是急性硬膜下血中脑出血 并陷入了植物人状态 雷震环的母亲起诉了赛事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比赛组织者 雷震环的对手 比赛裁判机构 比赛场地提供者西蒙福雷泽大学等几方 但是被告们都否认了指控并拒绝承担责任 被告们声称自己尽了一切合理的责任 给了比赛足够的谨慎态度 确保比赛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人 都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并认为执法比赛的裁判经验丰富 是合格的裁判 比赛安排了适当的医疗服务 原告在比赛期间得到了适当和合格的医疗服务 同时被告还否认了这是一场跆拳道比赛 比赛被描述为基于空手道规则的连续点式清接触比赛 正是因为如此 被告方认为不管是体育专员还是跆拳道相关组织 都没有必要进行监督 也无法在比赛中起到监督的作用 被告方还表示 雷震环签署过一个文件了解比赛的受伤风险 但是在比赛过程中雷震环和他的教练 都没有提醒裁判或是对手雷震环受伤了 不适合参加随后的比赛 比赛的场地供应方西蒙福雷泽大学方面也推卸了责任 他们认为场地对于所有的参赛者来说都是合理安全的 如果雷震环在比赛中受伤 那跟大学提供场地没有关系 是其他被告的错 西蒙福雷泽大学认为 如果学校需要支付给雷震环任何款项 法院都应该判处由其他被告来承担 自由党政府即将宣布两条新途径 让来自海外的护理人员抵达加拿大后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 此举旨在更新和取代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结束的现有试点计划 联邦移民部长将于周一下午宣布两项新的试点计划 这是联邦政府为外国护理人员制定永久性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计划旨在为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照护服务 这些项目还将允许看护人员为提供临时或兼职照护服务的机构工作 这些机构照顾的是正在从伤病中恢复或尚未完全独立的人 那些希望在加拿大工作的国外看护人员 如果拥有相当于加拿大高中文凭、最近的相关工作经验 并获得全职家庭护理职位的工作邀请 就可以申请这些项目 莫泰华现有的家庭儿童看护提供者和家庭支持工作者试点项目将于6月17日关闭 申请这些项目的人员需要证明其英语或法语语言能力达到5级 在新的试点项目下 语言要求已降至4级 外国看护人员和加拿大政策的批评者一直呼吁进行变革 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永久居留途径 包括每年接受申请的上限 并取消最低语言能力和高等教育要求 蒙特利尔警方周四逮捕了未来电子公司创始人 亿万富翁罗伯特·米勒 对他提出性侵指控 涉及10名投诉人 在他涉嫌犯罪时 这些人中许多人都是未成年人 警方在周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21项指控罪行包括性侵犯 性干扰和引诱他人卖淫 都发生在1994年至2016年期间 调查人员称 80岁的米勒在家中被捕 他在承诺于7月3日出庭受审后被释发 警官David Shen表示 这些指控向受害者传递了一个信息 提起申诉永远不会太晚 他还称赞去年媒体的报道有助于重启调查 2009年警方曾对针对米勒的指控展开调查 但当时省检查机关决定不提出指控 2023年2月 米勒辞去了全球电子产品分销商Future Electronic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 并表示将专注于保护自己的声誉 CBC和Radio Canada报道称 他涉嫌向年轻女性提供现金 旅行和奢侈礼物以换取性服务 包括一名在被指控的罪行发生时 未满14岁的投诉人在内的投诉人姓名 受到出版禁令的保护 这是性侵犯案件中的标准做法 米勒面临的其他指控 包括性剥削和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